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期视频是送给小平党的礼物 明年都不一定能凑齐了 大家且看且珍惜 就不要下次一定了好吗 Hello大家好我是花生 即日不见 甚深想念 买小平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一手掌控的手感吗 那你们觉得以2022年的标准来看 多大的尺寸才能称它上是小平呢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三台手机 严格意义上讲只有13min算得上小 这就是目前你能买到最小的旗舰 甚至可以把旗舰去掉 140克加上双面玻璃和方针的机身 真是梦回11年前的iPhone4s啊 巧了他们俩重量刚好一样 苹果的致敬总是很隐晦嘛 方针的机身进一步收窄视觉效果 看起来就很精致 代价就是没有圆润的机身来的那么贴合手掌 但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Max上不可忽视的缺陷 在mini上就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两台 虽然说是小屏 其实重量跟尺寸已经跟标准版的iPhone13差不多了 三星SR2比S21还小了一点 之前被勾病的塑料背板这次换回了玻璃 四面等宽加着小挖孔 正面看起来就跟PPT手机一样猛幻 可惜它看起来很美好 实际手感有点一言难尽 最后 我只能用怪来形容 这在边框直了 但没全直 相比上一代S21的手感肯定是有倒退的 反观 这个小米12X作为三台里面的唯一 而且是做工不错的曲面屏 就是R角 还是保持了小米一贯的家族特性 做不到特别的呼应 后盖玻璃和中框固度非常平滑 加上AG后盖把 拿在手里真的有一种小米6的感觉 而且小米12的颜值也是继小米6以后又一次巅峰 配色不在沙马特 我对它的评价就是好看的不像小米手机 当然好坏都是相对的 实际上不管哪一台都可以满足人们单手掌控的需求 这是所有小屏期间的共同点 而它们的差异化得用一用才能发现 手机内部体积决定散热 电池大小和外卫配置 所以厂商们都得在这三点里做出取舍 强入苹果也不例外 那这时候分歧就出现了 三星和苹果的小杯几乎没有阉割 小米是牺牲配置虚传大电池 所以小米12X称为了有史以来续航最好的小屏旗舰 剩余53%在我们的数据控里 甚至比很多5000毫升电池的旗舰都要好 紧随其后的竟然是电池最小的13mini A15今年直接超神加上60Hz和iOS 最后剩余电量也有43% 达到了去年iPhone12的水平 真的就很恐怖 但你看看三星S22这个成绩我只能说它点倍 电池小还摊上了骁龙8 剩余34% 这个成绩能不能打得过iPhone SE3还是未知数呢 而且稍微拍拍照它就开始温热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三星比较激进的高刷策略 视频的应用和地图这些所振重灾区都能120Hz 小米12X连自家的小米视频都不放过 但是B站就没错 看来小米也是很多米粉嘛 小米不仅续航好充电也快 67瓦三星听了沉默 苹果听了流泪 实测半小时充满84% 充满只需要43分钟 三星吧其实也不用太难受 有苹果衬托呀 人家2400环时电池愣是充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同时都测麻了 就是小米12X没有无线充电 你要想要无线的话就得加钱上小米12 捆绑一下小轮巴 如果是你小米12跟12X你会怎么选呢 我们的办公室很多人都选870 毕竟夏天快到了 游戏虽然不能代表日常体验 但能一定程度反映这个手机的散热水平和调度 因为苹果没有高刷 我们只看60帧的原神 小米12X没有极致模式 只能开高进化质和超高帧率 不出意外三星是最菜的 没有散热的小轮巴懂了都懂 平均热率44.2帧 别看帧数第一 它波动也大呀 温度还是最高的 达到了45.8度 那这几天三星不是更了个系统吗 进游戏不会限制处理器的性能 我们就又重新测试了一遍 的确一开始它只能起来了 但后面温度升高还是顶不住 最后成绩反倒还不如原来的 只有39帧左右 而且这次机身温度来到了50度 小米今年的温控特别保守 检测到温度上升直接锁45帧 后期只剩40 这样吧 换来了最低的温度只有42.1度 那这个时候一看隔壁13mm 屏值率57.5帧 那没事的 该买谁不用我多说了吧 三台都是X轴的马达 但差距比想象中要大很多 三星的X轴巴相比于之前的Z轴 那是强了一点 但毕竟是第一次用 估计还得打磨个几年 但就算这样 它也比小米的12X好很多 今年小米跟12X吧 X轴比较差都算不上 震感特别小 而且特别散 跟12Pro根本没法比 iPhone一记绝成没有疑问 但苹果对于震动的适配 没有安卓广 自带输入法都没有震动 第三方优化还不如安卓 自打小米10被评为音乐手机以后 外放就成了小米手机的重点 小米12X是这三台手机里唯一一个对称式双羊 还有哈马卡顿 那SR2在今天就显得有点弱了 想到那S9的AKG双羊在同时期 基本是没有对手的 现在也逐渐被后来者居上了 希望明年三星那个扬声器来一波大补吧 这仨都是1080p屏幕 13min屏幕最小 所以PPI最高也最清晰 就是它这个DPI设定吧 和Pro Max差不多 所以应用内的字体实在是太小 而且它还是60Hz 还有就是偏色 我们这台Mini和Max一红一绿 交相回应 12X的屏幕是华星光电的类转牌 清晰度没有问题 但侧看偏色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 它虽然是三台手机里面屏幕最大的 但是各种APP的默认字体 居然和13min一样小 那三星就没这个问题 小米手动跟激发亮度都比三星略低 三星还有一个额外亮度 开启以后手动亮度能够逼近800 苹果开启自动亮度 手动最高在540左右 关闭自动亮度 手动最高来到了840里特多 和激发亮度一致 那除了以上这些 13min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没有双卡 小米是短焦指纹 位置太高下 这也可能是选择小屏大电池的一连串反应 那各位小屏旗舰党在乎相机吗 别说小背了 现在很多重背大背的拍照都强行和超大背拉开差距 这也是为什么S2的续航这么差 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三星是小屏旗舰的理由 就是因为它三射齐全 而且每颗表现都不错 在白天S2因为更大的底细节都是更好的 iPhone 13min只有1200万底也不大 基本就只剩涂抹了 而且苹果的发色偶尔会也会飘 对于一些不会修图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但其实很多时候小米和三星的AI 尤其是小米的会用力不过度 看着会假 iPhone就没这个顾虑 苹果的Smart HDR不能说不好 就是不稳定 能触发表现就很好 甚至比三星还强 要是没激活 那高光就是闪耀星空 到了晚上 三星还是影在细节 暗部也是保留的最好的 小米是RX的MS766吧 主摄不算差 但受强于870 它的算法跟另外两台有差距 拍平衡还是阻传偏冷 有时候比较阴间 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其实最好的拍照旗舰 往往也离不开旗舰芯片 那中端芯片是不太可能上最好的ISP和最好的优化的 不过三星对于红色的谎言一直都不是很好 遇到正红色基本都会拍成橘红 苹果的HDR一到晚上就失灵 灯光什么的全都过曝 我建议你拍4K30帧再去截图 说不定会有收获 超光脚综合颜色画质夜景还是三星表现最好 另外两台就太差了 13mm的超光脚还是上代的水平 对了S2还有一颗真三倍光变 别说打13mm跟12X了 就算是打13 Pro跟小米12 Pro也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论影线配置的话 我会推荐你选三星 就是目前受注意三星这个算法吧 室内发色真的是该升级一下了 小米就是典型吃了硬件加SP的亏 效果是这三台里面最差的 苹果拍照就是突出一个稳 但上线跟Pro一样其实都不算高 但别忘了iPhone 13 mini的录像 那可是iPhone啊 白天看看是HDR 13 mini暗部纯净 亮出都能压下来 小米吧亮出就全都过曝 三星是暗部全是噪点 看看iPhone这全镜头4K60帧 看看主摄裁切后的二倍细节 跟光面一样 当然三星有三倍 在三倍边界还是多回了一分 总之如果你是安卓主力 那你就买一台512G的13 mini录视频吧 这就是现在小屏旗家里拍视频最好的 但鬼影也是这三台里面效果最明显的 三家系统里iOS相近装修 住的舒服 但自定义程度比较小 YUI吧就是农村小别墅 变成啥样完全看个人 MIUI就夹在这俩之间 小米12X的MIUI13真不错 可能是通过K40和小米10S 小米12X这个870打磨的 居然是小米12系列里面最流畅的 而且我这台还是八级的 再结合它这个续航 颜值手感 小米12X真就有点当年小米6那味儿了 但12X上的MIUI13至今还是安卓11 能看出来相比之前 MIUI对于非旗舰机型的适配速度明显变慢了 可能还是要突出一个蚊子 说到iOS 不得不提15.4这个口罩解锁 简直是对Apple Watch的实施级削弱 有多少人买Apple Watch就是为了解锁的 据说我看看 用口罩解锁需要再录一次Face ID 如果你戴眼镜的话 那就得再来一次 实测反应有时候会比不戴口罩慢慢拍 而且解锁的角度范围也有变小 而且这个功能只有iPhone12跟13系列才能享受 15.4的高刷也很丝滑 你现在还能看到很多安卓机没有的动画 比如闲鱼和小黄 小红书图文信息流的窗口缩放 还有视频的小窗歇换 横着竖着都纵向丝滑 但你从小窗回到App界面会重新加载 那Safari浏览器就没有这个问题 以前我们一直说万UI流畅万UI流畅 但S22真的有一点卡 除了骁龙8可能应用位数也有问题 三星的应用商店里有很多App都是32位 但骁龙8跟1的X2超大盒和A510小盒 其实已经不支持32位应用了 所以这些32位应用只能靠3颗A710大盒来弄 8盒处理器秒变3盒 前有联发科1盒有难9盒围观 现有高通超大盒带着小弟集体打酱油 解决方法就是想办法多用64位应用了 然后每次充其都打开App poster溜化一下 这个应用官方有但是搜不到 你下载了第三方的安装包 然后安装的时候就能转到官方连接了 为了让它更跟手 我还是建议你去Goodlock的HomeUp里面 打开首饰顶级优先级设置 三星用的说明书又厚了几页 从这些我们都能看出来 3N加做小屏的思路里 苹果跟三星重点还是放在旗舰这俩字上 在SoC影像设计这些最能彰显手机级别的维度里面 保证旗舰最该有的体验 哪怕是续航再拉 散热再拉跨也要得上 就像一个出身名门望族的人 无论住在庄园还是农村 都要保证自己的格调 必须得有讲究 小米就入相随速很多 重心在小屏上 解决小手机的问题 保证日常不会出岔子 属于过日子的类型 换句话说苹果和三星的话 当然要是适合远方 那小米就是安分手机 只是刚好赶上A15这一代 让iPhone 13 mini 来了波虚空大电池 苹果在精致度 屏幕性能这些方面都是最佳 续航也完全符合绝大部分人 对于小屏旗舰的预期 问题就是没有双卡 没有高刷 而且它也是最贵的 小米12X就很均衡 手感最好充电最快 续航功耗方面平衡的也不错 性能跟拍照不强 但也够用 属于那种长版不长 但短版也不是很短的选择 尤其是相比iPhone 13 mini 价格几乎坎半 性价比的优质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考虑这三台 手机的其中一个 要性价比就选小米12X 要品质就三星苹果 然后苹果三星这里面 除非你对iOS过敏 或者感觉5.4寸有点太小了 否则13 mini更好 但说着心里话 选择前还是要仔细问问自己 你真的需要小屏旗舰做主力机吗 几年前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小屏旗舰 但现在让我做选择 我不会再选它们了 因为手机对我来说现在就是个工具 工具的手要任务就是解决问题 而且是要少掉链子 小屏在当今注定有妥协 妥协就意味着容易掉链子 我相信喜欢小屏旗舰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情怀 我突然想到港宗里面那个徐正和杜娟 曾经的情侣十几年后相见 仍然会行动 但那个时候的情感 其实并不代表彼此还爱着对方 而是对失去爱情的一种缅怀吧 到最后他们终究会放下 继续过着当下的生活 时代在变 人也在变 对吧 对于厂商来说 小屏旗舰不难做 而是看它敢不敢做 所以不管产品怎么样 只要有厂商还在继续愿意做这个东西 我都会respect 主力机如果你还在摇摆不定 大屏还是小屏 我建议你还是买大的 让小屏旗舰的美好留在记忆里 那些现在还能买小屏 一定是他非常的了解自己 那我是想说小屏旗舰 我买不推荐 但你买我羡慕 因为你有我没有的资本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iPhone明年都没有mini了 我们还在做这种横屏 希望大家喜欢 别忘了给个三连啊 我是华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